这个老人72岁时用了5年时间 替儿子儿媳还清了欠下的330万去债 他就是获全国城市手信模范称号的杜长盛 2010年杜长盛的儿子借了330万用于建设面粉厂 谁知还没开工儿子就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不幸去世了 不等他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 几个月后儿媳也因为车祸去世 而他当时已经是72岁的高龄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 外加300多万元的巨债 就算杜长盛不还也没人会为难他 毕竟人死账销 但老人还是一个个通知了所有的债主 告诉他们 只要是儿子欠下的钱330万 他一分不少 他说人家的钱都是辛苦钱 自己不能昧良性 儿子死了不能给人骂 所以他接手了儿子生前的面粉厂 带着年幼的孙子开始小规模的生产 请不起工人他就自己一个人干 装车送货借货跑销路 50多斤的面粉袋 他一天就要扛200袋 直到腿酸走不动了 他也从未想要过停下 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替子还债 就这样整整干了五年 甚至连自己的养老费 他也全部都拿了出来 五年 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但他终于还完了儿子欠下的所有债务 此刻的他虽然缓解了不少压力 但还是因为没能还上别人20多万的利器 而心存愧疚 其实债主们也知道 老人还有孙子孙女需要生活 能偿还本金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就凭老人这份守信用就够了 当善良遇到了善良 便是这世上最美的光 向诚实守信善良的人致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